富士山山徑系列的其中一條 也就是北徑富士山 它不會突然走上或走下 所以我覺得路線友善度來講 目前為止都還蠻高分的 跟上跟上加油快點 12公里囉 屁點啦 我們來到了富士山山徑系列的其中一條 也就是北徑富士山 這條路線應該可以說是三條路線當中 算是比較熱門的一條 只要是台灣車友或應該說各國 只要是想來挑戰富士山 基本上都會選這條 因為它在每年當中會舉辦一個 算是富士山的KLM挑戰賽 而且它會依照不同的時間 就你的完賽成績不一樣 給予你不一樣的車上的小環 沒錯 所以它其實是給大家一個 在成績上面的一個激勵 如果你可以騎進幾小時內 應該沒有到幾小時 就一個小時幾分內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金色銀色銅標 或者是下次再努力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呢 算是比較開心一點 因為這條路線算是三條裡面 應該相對來說 比較簡單嗎 稍微沒這麼懂 因為其實我們騎過另外一條 東徑或是南徑 其實路線來講 稍微的爬坡程度 都比這條可能還稍微辛苦一點 但這條雖然里程比較長 但是它平均坡度 平均下來 騎乘的感受應該是不會這麼辛苦 但還是很辛苦 希望你等一下可以 堅持完成 挑戰完 這個全長大概是23公里 然後爬升大約是1200公尺 所以換算起來 平均坡度大概只有 7% 6到7% 但是只有 你要想到 我去騎的那條東徑五嶺路線 全長11公里 爬升1200 所以那個平均10幾% 這個路線比較起來 應該是 友善一點 非常的親民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 一路邊騎邊看風景 然後聽說 它在終點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五盒目 有非常多商店街之外 有很多很特色的 小賣店 就是伙伴可以買 沒錯 好啦講那麼多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GO 北京富士山路線正式開始 這一整條也是要爬升1000出頭公尺 但是它的騎士海拔 其實就已經在1100了 所以到頂的海拔高度 應該會比 像東徑還高一點點 那現在的氣溫 我的體感覺得蠻冷的 都有點雞皮疙瘩 現在大概只有21度 然後我們的坡度啊 剛才講到其實比較平緩 所以它其實 在剛才這段路線的 平均坡度只有大概6%而已 像現在這個路線 只有6% 所以就是 有一點點抖 但是我覺得 不是到真的困難到不行的抖 但是因為 這邊的騎士海拔 就已經從1000開始了 所以其實是 體感上 是有點喘的 OK 還有 1200公尺要爬 的爬升 20幾公里 繼續出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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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寫起來 應該還算平順啊 可是現在開始有點 微喘 平順為什麼你會喘 就開始不平順啊 呵呵呵 可是 啊 臉色應該有點變了 不太一樣 對 唉 我不能講話了 沒關係我幫你講 既然他不能講話 我就幫他發言 他現在覺得這條路線 騎乘起來非常舒適 雖然對於他體重比較重的這種 重度騎乘愛好者 可是還是會有點出汗 但在21度的氣溫 他覺得非常舒適 很乾爽 除了心跳比較快一點 稍微喘一點 其他部分都非常OK 沒有現在超喘 因為我們現在 人在富士山 OK 北京富士山我們已經騎了3點多公里 現在距離第一個休息點 已經差不多過了三分之一 目前平均坡度 大概在7-8% 有稍微鼻翼開始抖一點點 但是 整體來說 對我來講我覺得算舒適啦 因為我就是陪著 聽我朋友的速度 那 你現在騎起來感覺怎麼樣 到目前為止 剛剛中間那段 算比較平緩 然後拆起來 逐漸比較習慣 好像覺得 比較輕鬆一點 可是現在又 快變倒了 好像恢復到 那個8% OK 目前我們的里程 還有19.8公里 上坡還剩下爬升980公尺 我覺得要北京富士山騎起來 真的感覺很舒適啦 因為說實在整條路段的車很少 然後坡度也 就是相對來說非常的平緩 平緩的意思是 他不會突然抖上或抖下 所以我覺得 路線友善度來講 目前為止都還滿高分的 感覺有進度狀況喔 稍微調整好一點 這個路線 這個路線真的是那種 很有 騎乘起來很像 日劇的古裝劇嗎 蛤 就都會在這種叢林裡 你知道嗎 以前是Z台 很久很久以前 對 所以有點像那種場景 沒有看到 眼前的人是誰嗎 然後或是 水護黃門啊 或是 噴氣啊 從箱子破門出來 這種 是將軍殿下 快跪下 這種路線真的是 蠻接近這種 就是很原始的感覺 但我覺得騎身起來很舒適 因為真的 像剛剛說的 就整路真的都是 只有我們兩個在騎而已 其實沒有看到什麼 其他很多車子 或者是說 就是路上會有很多一些 其他外在的因素影響 上班日啊 沒錯 我們今天是平日來騎 所以 路線可能 大家都還在 努力上班 而且下午的時間可能 比較少 會像我們這樣 這個時間來運動 沒錯 這個時間來其實 也蠻有風險的 因為通常下午 比較容易變天 對 所以其實 現在可以看到 看不太到富士山本體 而且都是雲 平路了平路了 可以稍微緩和一下 十公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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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休息站了 現在已經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真的 我騎到這裡真的覺得 來日本這幾天 好像有點水土木 為什麼 你不是都吃得很開心嗎 可是肚子真的卡卡 上面 我今天好幾天 沒有很順暢 你說你很多天都沒有上廁所 我今天好幾天都沒有很順暢 我覺得很 肚子有點不舒服 我吃起來卡卡的 好啦不然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妹夫妹夫 喔 生雞都沒有放雞才一大堆 好了沒 很久耶 蛤 喔 B-game的 還好我幫你準備這個 蛤 這什麼 有歐洲靈芝美育的 RA甜菜根汁 裡面富含有天然的蕭酸鹽 可以在身體幫助轉後 為一氧化蛋 有效的提升興奮耐力 還富含多樣的抗氧化功能 其實我們在這次出發 七到十天之前 就已經有喝一段時間的 這甜菜根汁 那這次爬山真的有明顯感覺 騎起來好像比較不喘一點 但說實在啦 還是要認真訓練是比較有幫助的 他算是其中一個偷懶的小秘訣 但實際訓練還是最有幫助的 而且重點是 平常的甜菜根汁喝起來 通常都有一股不太好接受的土味 但RA的甜菜根汁 有經過跟其他的果汁調配 喝起來非常順口 那RA甜菜根汁呢 其實像我們剛剛喝的是70% 也有90%的 它有非常多不同的比例 可以供大家做選擇 都是有跟果汁做調和 所以喝起來是更加順口 那重點是啊 它裡面富含了天然的硝酸鹽 那天然硝酸鹽呢 其實是可以幫助身體 轉換了一氧化蛋之外 它可以間接的降低你身體的耗氧量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可以有很多功效 我也是Google發現 促進身體的代謝 最重要的是它還可以讓你的排便 變得更順暢 所以其實平常啊 有超級多自行車 或是遊行那裡的運動員 通常會在7到14天的賽前 開始每天喝一點甜菜根汁 因為對於身體啊 能量恢復 還有幫助這些帶氧量 他們都覺得非常有幫助 所以會在7到14天前開始飲用 這樣對於賽事來講 可能會是更有幫助的 目前里程大概剩下12公里 這段的坡度就有點稍微上升了 一路都在可能是 6%到10%附近上升下降 但這段比較好的是 有出太陽 所以這段的天氣稍微比較舒適一些 一開始前面有一段 霧蠻大蠻濕冷的 跟上跟上加油快點 12公里囉 目前里程剩於8.3公里 已經騎完了 已經騎完了15公里 這一段的里程從10到15K 平均坡度就稍微比較緩和一點 大概都是只有4到6% 偶爾會來一點7% 或是8% 但平均其實都是這種比較 算是高速坡的一個路段 騎乘起來其實還蠻過癮的 因為可以維持一定的節奏 踩踩的頻率還有瓦數 但是呢 又持續的有在爬坡 所以我覺得蠻舒適的 只不過 天不風地座不見啦 沒關係 我們到山頂 繼續等他吧 GOGO 哇塞 富士山 好漂亮啊 我們竟然 騎在富士山的山腳 可以看到火山 好漂亮喔 到了 山頂完成 2305公尺 OK我們北京富士山的這個挑戰 也算是還好平安完成了 這條路線真的是很棒耶 我覺得它的棒是在於 它的路線里程大概可以騎乘 應該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 甚至到三個小時 但沿途其實有超級多一些 還不錯的休息點 有廁所 而且又有一些 投幣的販賣機 但是重點是 它在後面的這個風景 真的是很漂亮 尤其只要過了 就是最後5K左右 其實路邊平緩之外 可以看到的風景 也真的非常精彩 好啦 也要非常感謝我們這一集的贊助商 RA果汁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果汁也 非常有興趣的話 趕緊連結下方資訊的連結 我是你最愛的兩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 太漂亮了 我們太幸運了 聽說 這邊有點不太容易看到 這麼4K高清的富士山 竟然讓我們看到了 太幸運了 水晶富士山成功 我今天就在家裡 就在那裡 他有一個自然的 帶你追到 看到了 我們可能拍摄